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会让你的整个行车过程当中更加的顺畅 那当然我们主体还会谈一些健康的讯息 以及国际间发生的一些讯息 那提供大家在阅读之外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们来谈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现在其实是已经成为热话题了 只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很多的关注 那特别的事情是 如果你家里面有国小的学生的话 这个议题现在其实是一个很热的话题 叫做女童性早熟 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食物的关系 其实现在过度的油脂 或者一些其他的不明的因素 里面含有一些荷尔蒙的部分 也造成很多的女性小女孩 可能就是小四小三 就已经开始有月经的发生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因为食物关系 那甚至因为我们喝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塑胶饮料 那很多小朋友爱喝塑胶饮料 而塑胶进入到人体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塑化剂会产生人体的什么变化 其实现在还在研究当中 那已经初步证实 所以塑化剂可能会让男性不孕 这个事情已经是在现代文明当中 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是一个我们很少讨论的空间 事实上在新竹地区 已经是台湾最出名的 就是替不孕症的人来治疗 就是试管婴儿 其实是非常明显 主要原因是这些科技人 可能工作时间比较长 比较少运动 所以男性或者是坐席不正常 压力过大 所以男性不孕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也因为这塑化剂关系 对于女性来说 其实对男性很可能是不孕 但对女性来说 很可能是什么呢 是性早熟 所以性早熟的问题 坦白讲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最近有新闻让人家觉得 非常可怕的事情是说 女童性早熟是一回事 但是呢 女童性早熟 她对于当成年之后 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部分 那么事实上已经有医疗的报道显示 如果女童性早熟之后 成年后很容易感染乳癌的风险 会比较高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这是发生在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八岁 八岁应该是小二 她已经有出经了 那这个父母亲吓到了 赶快把她送去看医生 结果呢 就诊的时候呢 发现到这个小女孩胸部已经发育了 而且竟然有阴毛 天啊 她说呢 但是妈妈说 她其实呢 她自己 妈妈也现身说法 她说呢 她自己呢 是九岁就来出经 意思说她女儿是八岁 但这个小妈妈呢 她说她九岁就有出经了 然后上个月呢 被诊断出乳癌 那这个妈妈就哭了说 她女儿八岁就发育了 会不会小孩子跟她妈妈一样 就是年轻就会有乳癌呢 然后 这个妈妈也去爬书 就发现到一件事情说 好像乳癌真的跟出经过早是有关系的 所以她就很担心说 妈妈得了乳癌 女儿会不会也有乳癌呢 那当然 写这篇文章的是 领口长根医院儿童内分泌科医生 邱巧凡医生 他写的一篇文章 他说呢 随着饮食西化 而且儿童普遍营养过剩 加上环境荷尔蒙影响 环境荷尔蒙指的就是塑化剂 真的不要随便给小孩子喝 用塑胶瓶装的食物 哪怕是矿泉水 真的不要这么做 千万不要这么做 其实很多的父母亲因为小朋友很喜欢吃甜食 所以有时候为了让小朋友比较安静 所以很可能就会去买一些甜的饮料 大瓶的 小孩子就喝喝喝就安静下来了 另外一种就是让小朋友去玩平板电脑 让他在平板电脑看一些漫画或者是卡通 结果小朋友很早就进室了 所以父母亲当然你想说我这么忙 我没有办法照顾小朋友小朋友吵闹很烦 但是没想到这些动作反而让小孩 在发育过程当中遭受非常大的一个折磨 当然这个案例很可能是遗传 就是妈妈比较早 性早熟 所以他小孩跟着性早熟 加上环境荷尔蒙的关系 所以初始发育年龄 已经有逐年下降的一个状况 性早熟已经更加的普遍 那么家长多数担心早熟所带来的身高负面影响 与初今来的不便 那我们知道很多情况下 就是初今一旦产生的时候就长不高 这似乎已经有被验证 所以很多的男孩子突然在国中的时候 突然之间拔高 就是他准备要进入到性成熟之前的时候 才会突然长很高 那通常一开始就是男性开始性成熟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再长高了 所以人家说要吃那个长高药 一定要在就是还没有 性真还没出现的前 晚一点不行 早一点不行 一定要在性真出现前 所以时间点小学六年级到国一 现在可能要改变 小孩子可能小女孩可能四五岁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就要吃长高药了 男孩子可能小六小国一就要吃长高药了 除了身高之外 性早的时候还可能对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 包括了肥胖 还有代谢症候群 心血管疾病 甚至有乳癌 比较麻烦的事情是 还有子宫内膜癌等荷尔蒙相关的炎症 癌症呢 家长是要必须小心 那当然邱医师就说 他有整理过相关的国际文献 那么在2023年中苏性早熟论坛里面呢 他有跟一些儿童的内分泌 及遗传科的医生来分享 女童性早熟跟乳癌风险的主题 那根据国民健康署 癌症登记资料 2020年是乳癌为女性十大癌症之首 年龄标准化发生率呢 是每10万人就有82个人感染 约是女性第二大肺癌的比例的2.4倍 那我们知道女性的第二大的是肺腺癌 那这个肺腺癌有人说是因为抽烟或者煮菜 其实事实证明 女性得肺腺癌的理由还是不明确 不一定是来自于 就是我们说的 因为煮菜的关系 或者是吸二手烟 或者自己有抽烟 其实不是 现在女性为什么会得到肺腺癌的原因 还是众缩纷 但是呢 女性确实比男生更容易得到肺腺癌 这个所以女生也比男生更需要做健康检查 针对肺的部分 那肺腺癌的比例呢 大概是每10万人口呢 有34.6的女性感染 但是呢 乳癌是肺腺癌的2.4倍 那么近20年来 台湾乳癌的发生率呢 已经成长超过一倍 那么比例是95.9个百分点 这20年增加了一倍 那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呢 那么在未来20年 可能又是另外的一倍 甚至更多 那么年轻乳癌患者呢 是逐年的增加 而且他们很年轻 那么性早熟女童呢 由于较小年龄 就开始乳房发育 过程中 增生的乳管跟腺泡组织呢 对荷尔蒙有比较大的感受性 加上过早曝露于 磁激素的环境当中 就可能产生 所谓的成年后乳腺组织癌变的机会 2012年 在著名的杂志 就是The Lancer Oncology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四哥针 肿瘤学 The Lancer Oncology 这是一个很知名的 跟医学有关的一个杂志 它有一篇大型统合分析研究 针对12万名的乳癌患者 与30万名的健康女性 来分析乳癌的危险因子 他们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较早出经跟较晚停经 较晚停经这个概念是几岁呢 这个没有讲 但是较早出经 应该指的就是我们说的 小五以前都是较早出经 都有明显的乳癌发生率 那么出经呢 每提前一年 那么乳癌的几率呢 就会高达5% 那也说如果以这个 8岁的小女孩来说 按照这比例来看 她其实应该是 14岁到15岁才会有出经 她提早的将近6年 那她感染几率就要高达30% 非常可怕 那晚停经也不是件好事 那每晚一年停经呢 乳癌的发生几率呢 就高了2.9个百分点 所以2022年乳癌研究 叫做Breast Cancer Research 美国的前瞻性 世代研究呢 也发现到 10岁前胸部发育 以12岁前来的出经呢 明显增加了乳癌的发生率 所以提醒家长 应该注意到青春发育 如果女性8岁就出现第二性征 10岁就来出经的话 特别是乳癌加丁食 都必须要提高这个警觉 那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像如果你父母亲 母亲本身之前就有比别人 更早有出经的话 更要留意小朋友 一定要避开肥胖 高热的饮食 跟接触到锁塑化剂 以避免乳癌的发生 因为乳癌现在的发生完之后 其实还是一个高致死率 因为乳癌被发现的时间 通常都比较晚 那现在是所有的年轻女孩 都要提早就是做乳房的 自我的检测 因为现在乳癌的比例 也确实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个社会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紧张 但是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很重要 但讲到胖的事情 确实胖也可能是造成 所谓性早熟的原因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小时候胖 长大胖的几率 是高达80% 有人说小时候胖 长大不会胖 小时候胖不是胖 其实大部分这个结论是错的 不过以前杰米小时候 也是胖宅 我胖到一个可以 其实我有一个邻居 她妈妈是老师 因为我住老师宿舍 然后她比我大 没有很多岁 好像我小学生的时候 她是可能是高中生吧 还是大学生 我记得 然后呢 她每次见到我的时候呢 她就叫我小胖仔 然后呢 就会抓过来 把我的胳膊 就往我的胳膊上 狠狠地咬一口 那已经几十年前的事情 那个痛我到现在还记得 所以我每次看到 那个小阿姨来的时候呢 因为你知道 其实也不能 在大几年就叫姐姐了 但在我们那年纪 我们很小嘛 小小胖胖的 其实很可爱 每个人见到我 喜欢捏我一把 我小时候超级可爱 一直到 我看到小学五年级 下面想说那是我 就是一个肥嘟嘟的小朋友 因为我爸爸 那时候很迷上拍照 那常常带我去拍照 你知道胖嘟嘟的小朋友 有个特色 就是因为她的腿太胖了 所以那个短裤 就会穿在身上 就会变形 就看起来是一个肥胖样 好 当然后来有瘦下来 但是呢 这是几率不大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六十公斤 好 这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问题来 大部分小时候胖呢 长大胖的几率 是到百分之八十 国健署呢 做了一个统计 十三 那个阿姨 每次见到我就要咬我 我真的烦 然后小朋友腿又短 跑又跑不过她 每次她看到我就追过来 我一定跑不过她 就把我抓起来 那种 就一定要在我的 鸽之窝里面 大咬一口 这是什么怪癖 我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 生气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胖的事情 其实我们家小时候 家境不是很好 因为爸爸是老师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钱 然后可以把自己吃胖 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老妖 所以呢 而那时候我记得 什么都吃 肥猪肉 什么都吃 鱼都吃 好 大口的肥猪肉 就把它吃进肚子里 到了国中的时候 不吃肥猪肉 对鱼很 心味很敏感 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时候小时候 胖到一个不得了 但是我回到台湾的数据 国界署呢 针对13到15岁的小朋友呢 做了一个调查 从2017年到2020年 做了这个四年的追踪 就发现到一个 很惊人的数据是 现在呢 小朋友 这个过重或者肥胖比率呢 已经到30.6个百分点 这跟2013年 2013年到2012做的调查部分呢 原本当时的数据是 24.3的小朋友 是肥胖的 又增加6.3个百分点 而且呢 现在国中学生呢 肥胖的情况呢 更加的严重 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常常做 那个捷运 我看现在小朋友 身材也不错 不知道肥胖在哪里出现的 那也就是说呢 他们针对了 就是台北市 一个学校 进行了体位分析 当然学校必须掩藏 那资料统计呢 这个学校呢 是国中学生 国中学校 就有惊人的数据产生 有三成以上的小朋友 他已经有超重的状况 所以显示台湾的 青少年正面临 肥胖的健康问题 那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之前就已经有提到 到底背后是怎么回事呢 很难想象 给小孩子 灌食 所谓的不营养的食品的 凶手是谁呢 答案 竟然是父母亲 因为工作很忙 所以给小朋友 吃完炸鸡的时候 小朋友就很乖 最后就变很胖 你是这样的父母亲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到底现在这样子 会造成什么样 严重的影响呢 欢迎回到汪洁明聊新闻 我们刚刚从所谓的 就是女童性早熟 很可能会产生乳癌的风险 而且是每早一年 产生风险呢 就高达了五个百分点 那现在很多八九岁的小朋友 就已经开始有 这个第二性征出来 那可能再晚两年就月经来了 那这些对于他胸部过早发育之后 产生乳癌的风险就变很大了 这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 胖可能也是很大的问题 好那当然 经过这个结果之后研究出来 现在国中生超胖的行为呢 已经有超过三成以上 很多原因就是因为 父母亲没有办法照顾小朋友 所以他在冰箱里面 都放一些冷冻的食物 这都是属于比较过肥的食物 那小朋友他可能要 或者小朋友要去补习 所以简单的吃了面包 回到家的时候又吃更多的食物 所以就变胖 但是有一个比较恐怖的问题 是什么呢 所谓的情绪性的进食 那很多工作生呢 因为他面临到所谓考试 及庞大的升学压力呢 会导致情绪性的暴食 所以情绪暴食你要怎么解决呢 大部分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喝糖饮 糖饮是有办法让你的情绪减缓 但糖饮绝对对人体来说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食物 虽然我们在媒体上不断这么说 可是很多年轻人的创业 他的创业选择的就是茶饮 事实上我们台湾也有 很多茶饮的股票 涨幅非常惊人 因为我们茶饮已经卖到全世界 你很难想象 我们的茶叶现在主要卖的国家是美国 因为我们把珍珠奶茶 引到美国之后 美国疯狂爱上了台湾的珍珠奶茶 为什么 因为珍珠奶茶很甜 美国人很爱吃甜食 一杯珍珠奶茶 可能要放的方糖是几十颗 你知我知 但是喝糖真的可以输减压力 这个也是真的 要喝糖饮料 又念书 然后长时间久做 又不运动 不过我发现到 好像有些学校有些改变 像我从另外一个电台会走路回家 我会经过中山女中 我发现他们早上时间都在运动 都会打篮球 早上把你们打篮球 这是好事情 好了 那当然这个情况之下 堆积的脂肪就使体重数字不断地增加 那么其中最恐怖的事情 应该是情绪性的饮食 青少年的体重管理 首先要学会接纳自我的情绪感受 不要排斥负面情绪 学会与之共处 而且尽量能够有疏解的方法 这讲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真的很难 但我们都知道其实打篮球或者运动 是疏解压力最好的方式 像我们以前 在我们年轻念书的时候 其实非常热衷打篮球 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超爱打篮球的 就是经过校园的时候就要来一手 你们来一手打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是工作压 学课 学术压力 念书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那时候 大学连招的录取率只有20% 我不知道 那时候真的抓到时间就打篮球 然后打篮球喜欢打手球 喜欢拿个手球 往那个球员身上猛K 这是情绪的发泄 但现在年轻人还有这样的运动吗 会造成情绪上很难疏解 但是其实有时候 因为工作压力 其实我这么说 冥想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面对所谓的不自觉的忧虑 有时候你心中会有忧虑 我通常的做法是 一定要去知道 我忧虑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突然觉得心里的胸口一点闷 心里的忧郁的时候 通常我会停下脚步 然后静下来 想一下到底我忧虑的原因是什么 想清楚了事情就解决了 但不论怎么样 用饮食来做发泄 这绝对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然后用零食来取代正餐也很糟糕 有讯息显示 有人说应该是要吃三餐 还是吃两餐 还是说我多餐少食 还是多食少餐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问大家 你应该是多食少餐比较容易瘦 还是多食少餐比较瘦 答案是 宁愿多食少餐 也不要少餐多食 因为少餐多食会不断刺激你 分泌你的荷尔蒙 让你更想去吃东西 所以正确方式应该是 多食少餐 多食少餐 最好是一天是两餐 古代的人是一天一餐 当然现在不太可能 所以也就是说 这么大的一个操纵的状况 当然就造成了 其实对于小朋友的一个状况 会很严重 但换个角度来说 还有一种不知名的状况是什么呢 不知名的状况是来自于 所谓的观心变成压力 然后减重就越减越重 所谓观心变压力 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位黄先生 他23岁而已 他去做身体的质量去检查 发现到他BMI高达36 这个是已经有 就是他的肌肉里面的脂肪量 已经过高了 但是他每次我只要坐下来看电视 就会被家人提醒 你都坐着不动 怪不得受不下来 那黄先生其实觉得 他这位23岁的年轻人 他觉得很委屈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脸皮厚的 这种年纪大的人 其实怎么念我们 还是脸皮厚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 就觉得为什么要念我 烦呢 他就会有那种内心的难过 他说每次被人家问的时候 他就委屈 因为他才刚认真活动一个时间 但你知道胖的人 基本上活动一下 就会有气喘吁吁 需要休息 那你觉得需要休息 休息的时候 家人就会说一句话说 你为什么都不去运动 他觉得最后结果事情是 他就更大压力 就吃更多 就更胖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蛮让人家觉得很难过的一个消息 这个女生他才19岁 豆蔻年华 他姓李小姐 他说他现在PMI是30 他说为什么他越来越胖 因为妈妈常说 你都在外面吃太多不健康的食物 要吃家里妈妈煮的健康食物 才容易瘦 来吃一点 结果他已经在外面吃了 然后回到家 妈妈还叫他吃一次 他又不能不吃 结果体重一直超标 然后一直超标 妈妈又说一句话说 这都是你吃外食 结果他就恶性循环 那怎么办呢 那因为李小姐回到家的时间很晚 他一定要需要外食 来避免用餐时间饥饿不适 结果回到家之后 妈妈叮嚀就变成是另外一种压力 你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好 这些问题其实建议的做法是 除了你要去找减重医师之外 其实你很重要的事情是 这个作者是 这个圆融医院的社区医学部主任 及减重门诊医师 他叫于宜瑞 我们也有念过他的文章 那这个 他其实这个内容是要跟父母亲讲 就是不要去念小孩胖 其实小孩子自己有自觉 但你越给他压力的时候胖越多 但他其实建议说 像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要去参加所谓的 所谓的医疗团队的活动 因为事实上很多的医院 都有减重的一个服务 就是不要 要面对问题 而且解决问题 其实可以到医院去解决 这样的问题 好 这次有关 这个 就是有关一些 跟胖子有关的一些事情 那以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另外还是期待 跟大家报道 少量多餐跟多量少餐 绝对要选择的事情是 宁愿少餐 也不要多餐 好 那吃多一点没关系 但是 希望减少 你餐与餐之间的时间距离 是最有效减肥的一种方式 好 这是有关食品的部分 有机会再跟大家进一步来 讨论有关吃的东西 真的是太有趣了一个现象 好 上礼拜我们分享了一个讯息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有关 假日工作的事情 事实上 现在整个工作的问题 已经越来越多在做讨论的 那为什么 当然美国现在兴起了 所谓的周末也要工作的原因 是因为 现在美国的科技业裁员 裁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使得这些科技人 人人自为 所以避免被裁掉的方式 就是让老板觉得 我都在你旁边 但这个状况在中国 已经变成是一个 非常遏止的方式 就是不断压榨冤聘工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实习生想要变冤聘工 冤聘工想要变正职 当然一旦正职的时候 就要接受 中国劳动法的一个规范 在中国就是 如果你成为正职 他们说 就是入职 入职容易离职难 这跟结婚容易离婚难 一样的道理 就是在老板 你要招募一个员工 其实很容易 但是你要让一个员工 离职很难 所以在中国的劳动法 其实比台湾 就是条例更严谨 所以在中国 如果要被迫离职的话 他给的待遇会更高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 变相的约聘工的方式 来压迫劳工 这问题加上 中国的工作机会 不是很大 所以这问题 似乎有一点点棘手 但是在美国 是因为科技业 财源的关系 被迫劳工 他想说 我要继续 撑过这段时间 会领更多 因为我们知道 科技业的萧条 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状况 长期来说 科技业还是 主流的一个产业 所以很多人 就必须要 假日工作 来表现给他老板 但是事实上 真的也有这篇文章 蛮有趣 这是作者叫做 夏拉格 Alison Schrenger 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是彭博资讯 经济学观点 专栏的作家 他是 Mahadden研究所的 高级研究员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工作缩短 并不是快乐的灵药 真的吗 工作缩短 不是快乐灵药吗 我蛮好奇 来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跟我一样 很好奇 我来看看这篇文章 是怎么写的 他说 你感到工作倦怠吗 那么最近 有一个 英国一项研究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工作会让你 倍感兴奋的话 那答案 可能并不是 你想象的那件事情 他说 这所研究所宣称 将每周工作时间 减少了20% 意思说 一周上班四天 企业既能拥有 快乐的员工 营收也不会变少 这是我们最近 听到的一个新的 这个研究报告 在北欧国家 甚至在法国 甚至韩国的部分企业 已经尝试 一周只让劳工工作四天 但是越来越多人 选择兼职工作 来降低工时 尽管并没有全职工作 这是成了所谓的 安静离职 或躺平外的一种趋势吗 减少工时的时代 似乎已经来临了 即使是疫情爆发 美国人的工时 也在下降 事实上我们花费 在工作上的时间 是从未如此的少 但是我们发现到 一件事情是 工作越少的人 他的职业倦怠 竟然是越严重 理论上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工作少呢 因为要跟家人在一起 然后工作时间变少的话 有更多时间可以休息 像我们前阵子 清明节放了五天 很多人就觉得 不想上班 蓝色忧郁 尤其在礼拜一 叫Blue Monday 但事实上 结果并不是这样子 那么他这边 特别提到说 对于减少工作的渴望 和劳动本身一样古老 1928年 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 曾预测 科技将取代更多的人力 未来他的孙子或孙女 事实上 我们知道凯因斯 并没有孙子跟孙女 不过他说他的孙子孙女 每周工作时间 可能只剩15个小时 1928年的凯因斯 就已经做这个要预测了 果不起来 他可以拿到诺贝尔 虽然我们美中工时 现在还是远远超过15个小时 但他并没有说错 劳动工时 确实已经有下降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下降的趋势呢 主要原因是 科技提升了劳动力的生产力 最近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疫情当中的采取的科技 让更多人在家里面 可以远单工作 省下通勤 闲聊 和梳妆打扮的时间点 因为都戴上口罩 所以你不用再说话 然后你要去应酬 你要闲聊 然后通勤时间又长 不过呢 凯因斯肯定 从没有想到 会出现智慧手机 能够让老板20小时 联系员工的东西 这是冷笑话了 那么经济学家阿吉雅尔和赫斯特 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在1965年 美国21到65岁的男性 为了获取收入 而劳动的平均工时 是51个小时 但是到了2003年 已经降到 每周只剩下不到40个小时了 从那个时候 一直相对稳定 女性的劳动力 占比是比较小的 但从1960年代 越多人离开了家庭 出外工作 而且从事兼职 截至2003年 女性的平均工时 已经从每周的2小时 20个小时 已经增加到26.3个小时 而且基本上 目前维持 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么这个研究 也计算了 家务劳动时间 发现到更有效率的 割草机跟洗碗机的产品 同样大幅的减少 家务工作所需要的时间 确实 如果你家里有洗碗机 那洗碗机 你一定知道 他在说什么 因为实在是太容易了 因为洗碗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是太太做的 还是先生做的 这个一直是一个 很大的学问 不过奉劝先生们 这个洗碗事情 还是你扛起来会比较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到底整个工作缩短 是不是真的是快乐的灵药呢 很多人应该是反对 为了要连续假期 而且周五要 周六要加班 那周六加班真的 会让心情更愉悦吗 我好困扰 到底这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好困扰 我好困扰 欢迎回到汪洁明聊新闻 我们今天来谈工作缩短 是不是快乐的灵药 很多人觉得休假回来更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问题是好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 这是来自于彭博资讯经济学观点专栏作教 叫Shirang 一个夏拉格小姐 她是曼哈顿研究员 高级研究员 那她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其实是有做过研究的 那么赫然发现到一件事情 是说工作减少 其实反而会让你更加的疲倦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工作减少 我们第一个想到好处就是 你行家事情变得多了 对不对 1996年 1965年到2013年 男性的空前时间 已经比现在多了20% 女性也加了10% 大概1990年代之后 空前时间是有变减少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生小孩 因为我们说的 我们说战后婴儿潮 所以大家都在照顾小孩 职业妇女增加在 子女身上的时间增加一倍 但是令人意外的事情 1965年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 平均公时较长 但接下来情况竟然发生逆转了 收入较高的男性工作反而更长 就是你收入越高工作越长 这我感受很深 真的 以前在投顾做总经理的时候 对我真的是工作时间是 跟我的收入成正比 有时候一天工作20个小时 是很正常的 天哪 我难想象那是怎么度过的日子 那收入较高的男性 工作时间更长 从2013年开始 受到教育的男性平均公时 比没有高中学历 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多了5个小时 至今还是如此 2013年只有高中或更低学历的男性 平均公时比受过更多教育 少了3.6个百分点 2018年缩小到1.6个百分点 那限制呢 虽然还继续缩小 可是看得出来 学历越高的人 或者是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他的工作时间就更长 所以星期梗塞的机会就更大 坦白说 如果是要实现一周上班4天 高收入者必须负担更减少的公时 但是问题来了 发现到一件事 一家公司的产能 反而是我们说的 百分之六十以上产能 来自于百分之四十 比较高程度的人 剩下百分之四的产能 竟然来自于比较低程度的人 以至于越多学历越高的人 他就工作时间越长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结果事情是 当他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他反而花在时间的 发生在更多的时间呢 并不是要恢复精力 他持续会紧盯着荧幕 反而增加了肾上线的增高 甚至他把大分时间玩去电玩 造成他眼睛视力的疲弱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甚至有人因为 增加在家里休息的时间 反而增加更多争吵的时间 所以到底工作时间少 还是工作的时间 都是快乐临要呢 可能只有自己才能理解 但是话说回来 这些东西呢 确实让世界呢 产生很多的一些改变 好了 讲到这种工时的部分 确实到底工时长 还是工时短 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呢 好 那我们来看看韩国 韩国现在有些企业呢 正常是把工作时间呢 每一周呢 工作成只有四天 但有更多的公司呢 竟然把工作时间变长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南海呢 决定把每周的工时上线呢 从52个小时 拉之到69个小时 这是这个 韩国最近发生的事情 逆操作 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台湾之前在马英九时代 曾经讨论过工时的问题吗 那时候 不是 蔡英文刚执政的时候 当时执行了新的劳工法 然后增加劳工的休假时间 后来造成民进党 在选举的时候大败的 还记不记得那件事情 好 那么当然 我们回来回来看这件事情 全球先进国家 其实工时已经有 普遍减少的趋势了 南韩却打算把每周工时上线 从52个小时调高到67个小时 这是前阵子吵得很厉害的部分 那法国也是 法国已经把退休年龄 从这个62岁调到64岁 产生了剧烈的这个抗议活动 那当然一样 气流弹 还有这个罢工 不愿意开车事情 造成这个马克宏极大的政治危机 但马克宏也讲白了 如果你退休年龄不延后的话 法国的这个退休金 一定会破产 那台湾其实现在的 这个劳工的劳保 基本上也破产的风险 也越来越明显 当然政府的说法是说 一定会从预算当中 来拨补金额 但是拨补金额 只有200亿已经不够了 现在甚至有认为说 拨补金额上看到 800亿到1000亿 甚至以后金额更多 但是按照我们现在老年化 跟少子化的关系 就是越来越少年轻人 来工作赚取所谓的就 缴交这个劳保 所以越来越少的年轻人 缴交劳保 但是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 去领劳保费 都会这个意思吧 其实我们大家都以为说 退休人领的劳保费 应该是他过去缴交的劳保 如果你还这么认为 那你就错了 事实上现在我们的 这个退休的人 你的劳保 基本上并跟你过去工作 所缴费的劳保 根本就没有相关性 因为你以前所缴的劳保 已经被以前退休人用掉了 现在的台湾人 退休的人 其实你的劳保的退休金 是来自于现在年轻人 每个月所缴交的劳保费 而且已经缴交的钱不够 劳工退休的钱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现在政府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又不能减少 劳保退休金的金额 其实这是最直接的问题是 我们以前的劳保不会破产 是因为以前的劳保 是一次性领 你没有办法每个月领 但现在从65岁退休 女性平均84岁 男性平均78岁 所以退休完早就 通常你退休6年 就等于花掉 像我们现在一般劳工 那你退休6年的 只要你退休还活超过6年以上的话 其实你过去缴的劳保费 就已经赚回来了 所以我们每多活一年 就劳保破产的几率就越大 但是问题来 现在65岁退休的女性 她可以活到82岁 那65岁退休的男性 她可以活到78岁 所以等于都 基本上都是比她缴交的 这个劳保费多一倍以上 所以这多了一倍的金钱 当然就是由年轻人来 这个补贴 应该是由政府来做补贴 然后战后婴儿潮 现在已经进入到 退休的年龄层 战后婴儿潮是算到 1964年以前出生的人 都是战后婴儿潮 那时候的家庭 生四个都不会太多 生三个 生三个是刚刚好 很少生两个 那回头来看 那1964年的人 他基本上现在是59岁 所以再过六年之后 就是说未来这六年 都是所谓的战后婴儿潮 退休的高峰期 那数以百万人退休 所以劳保的问题 确实蛮严重的 所以法国当然就要 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说的 他们也是有劳工给付 那劳工给付的问题 已经不是只有 台湾是出现问题了 那法国也出现问题了 现在呢 中国这问题更加的严重 在去年到今年 去年的时候呢 中国大家知道 就是白纸革命嘛 很多年轻人觉得 他不想再被关在家里面 他们要出去工作 所以有白纸革命 后来就变成是中国 一次性的 就是开放性的 让大家去感染 但是紧接着就是 感染人数变多的时候 医院的负荷就变很大了 那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中国花了很多钱 来管制疫情 指的很多的 中国政府 现在各个地方 没有一个省市 是赚钱的 连以前所谓的上海 北京 深圳广州 他们以前的财政是盈余的 现在都财政是赤字 如果连富裕城市 财政都是赤字的话 那你更不用想象 那么这些比较 以农为主的这些城市 它的经济状况会是如何 一定是更惨 那你一定有好奇说 台湾的主要城市 也都亏钱 但是问题来 台湾总体的 就是总财政来说 还是健康 所以我们的政府 还是有办法 以统筹分配款 来补助各县市的重大工程 那像竹北市 就是大家都是领六千 竹北市民 就可以领到一万二 因为他们的营收 是多赚了五十亿元 所以拿其中的二十三亿元 来分给所谓竹北市民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台湾还是有些地方 是城镇是赚钱的 但中国基本上 已经没有城镇赚钱了 中央财政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对劳工的 这个退休人的 而且中国很幸福 中国其实在公家机关 五十五岁以上 就可以退休了 甚至有的五十岁 就可以退休了 那如果是劳力付出的话 通常六十岁 就一定可以退休了 所以现在在中国的公园里面 充斥的大妈 他们早上要做运动 这个是在 这个早就已经知道的事情 那换个角度来说 他们的这个 就是提供下岗的 退休人的退休金的问题 已经变得很严重 所以他们就砍掉 医疗的这个费用 所以在中国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各个地方出现了 白法的运动 就是这些长辈出来抗议说 政府给他的这个保险金 就是越来越少 以至于他看病了 其实中国看病很重的 其实像我以前 在中国工作的时候 我有女老师去看病 就花掉了就是妇科疾病 看一次门诊 花掉了700多块人民币 折合台币 其实28是2800多块 回台湾你只有挂号费150 要也不用钱 挂号费150而已 有些挂号费200块 200块台币 在中国是700块人民币 所以如果这些长辈 他们没有所谓医疗保险的话 其实是看病 是一件大的灾难 当然讲到美国更夸张了 美国可能像这一次 我们有一位立法委员 他有去美国 这个拜会行程的时候 被行李压到 有没有印象 是内湖南港的那位立法委员 他在那边 费用相当惊人 好像是要到几百块美金 幸好他有保险费 但在台湾 骨科治疗 对不对 大概就200块台币搞定 所以台湾的医疗 是比较便宜的 这背后当然也是有很大的 大家的负担 但是在中国现在问题也是蛮严重 就是各个省市 已经没有办法提供 这些退休人所需要的资金 那么韩国也是 包括由 这次就是尹喜悦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青瓦台发言人金恩会 在3月14号宣布 尹喜悦已经下令 相关部门检讨修改工时的计划 那么之前 从52条高到69个小时 造成历世代的年轻人强烈的反对 历世代指的是 1990年到2005年出生的人 都称之为历世代 那迁徙年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 那么此举是认为以席院的退让 但是青商的他 仍然尝试要提高工时的上限 所以人家说 现在叫做地域朝鲜 包括由MZ世代领导组织 在内的劳工联盟表示 这样做法延长工时破坏南韩 在缩短平均工时上 所已经取得的进展 南韩平均工时 在以开发中国家名列前茅 对南韩清理而言 他们活得非常辛苦 因此用了地域朝鲜来形容自己的国家 其实在马英九交接跟蔡英文的时候 我们也谈论到工时 当时也强调台湾跟韩国 是全世界工时最长的两个国家 那台湾现在已经有些改善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 你现在工时是不是比以前少 还是比以前多 这个就看个人 不过整体而言 工时是真的有比较少 南韩已经亚洲加班最严重的国家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机会 OECD的数据 南韩的劳工 2021年平均工时是1915小时 那比OECD的平均值的199小时 多了199小时 等于多了将近200个小时 如果跟德国劳工来比的话 则是多了566小时 其实去欧洲国家都知道 就是过了5点钟之后 你是没有办法出去玩的 因为所有人都会放假 好了 到底这个平均工时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还是越来越少呢 这已经呈现到世界新的一个竞争 这个竞争 就是我们说的 有美国提倡的一个美中的一个对抗 那这个情况下 恐怕对很多国家来说 他们正面临到一件事 到底工时应该长 还是工时比较少 但是问题是 你工时比较少 你真的觉得比较不疲倦吗 还是正好相反 工时越少 Findle你更疲倦了 好 这些问题可能只有你有答案 不过是证明厌势 要良好的精神状态 才是最重要的 常运动 然后扫完电动玩具 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啦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祝大家周末愉快